这个男人太可恶了 在外人眼中扮演着温柔慈爱的父亲形象 被地里却对女孩非打击骂 如果重来一次 女孩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吗 坐在行驶马车里的小女孩 面对男人的问话始终一言不发 男人不知道的是 这个女孩刚刚已经成功重生了 上一世 女孩被伯爵带回家 本以为会拥有幸福的生活 殊不知迎接她的是 长时间的囚禁和数不尽的折磨 最终被活活烧死 这次自己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 马车行驶静闹市区 嘻嘻嚷嚷的人群 立刻吸引了女孩的注意 她已经记不得自己多久 没有看到不外面的世界 那才是自己向往的生活 自己也想要自由自在地活 仿佛灵魂被吸引 女孩不由自主地打开了车门 海依林 你在做什么 伯爵惊慌的怒吼声从身后传了 不要 自己不想再回到那地狱般的生活了 被伯爵抓住的女孩拼命挣扎 一口咬向了伯爵的手 趁着伯爵因疼痛松手的刹那 双腿用力一蹬 飞出了马车 不通 响声过后 女孩揉着发晕的脑袋坐了起来 不可思议 从这么高摔下来 自己居然没有受伤 突然 一声闷哼从背后传来 女孩吓了一跳 慌忙回过头 一个金发男孩 正吃痛地揉着脑袋抱怨道 你在搞什么呀 好痛 原来自己刚刚把男孩当肉垫了 正想向男孩道歉 却被一声呵斥打断 马上把他给我抓回来 闻言女孩再也顾不上其他 拔腿就跑 不行 自己绝不能被他抓到 但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 没跑几步 就被侍卫包围了 伯爵一边朝他走来 一边假惺惺地关心道 海依林 你突然跳下马车 知道爸爸有多担心吗 还不快过来 女孩对这个男人 恐惧到了极点 不 不要 自己已经知道 跟他走的结局了 怎么可能被鼓过 语气被他带走 还不如死掉算了 这时 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你想怎么做 好好说出来 寻声望去 竟是之前自己不小心撞倒的金发男孩 此时的男孩仿若从天而降的天使 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他一字一句 认真地对着女孩说 不说出来 就没人会知道 你想做什么 听了男孩的话 女孩恐惧的内心 又鼓起了些许勇气 我不想跟他走 请你帮帮我 面对女孩的求救 男孩出手了 但他毕竟只是个孩子 要怎么带女孩逃出 这可怕的牢笼呢 男孩平静地看向伯爵 听到了吗 他说他不想走 男孩太过冷静 伯爵不禁有些紧张起来 不知道他是什么来 你到底是谁 男孩往后一指 想知道我是谁 不如问问那边的人吧 趁众人回头的刹那 男孩拉着女孩就跑 我们快走 伯爵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上了男孩的等 快给我追 男孩带着女孩 在热闹的街市上穿行 但女孩体力明显跟不上男孩 很快就感觉到了吃力 等 等一下 男孩这才注意到 女孩已经气喘吁吁了 他紧紧盯着女孩 你这样是不行的 就在女孩 以为自己即将被舍弃的时候 男孩却背过他蹲下身子 快上来 我背着你走 女孩心里一阵感动 但同时也后悔起来 自己不该把男孩 也牵扯进这件事里 女孩在男孩背上小声弥难 对不起 男孩却毫不在意地笑了起来 别担心 以后都会好起来了 女孩又问 可以告诉我 你的名字吗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呢 察觉到女孩的紧张 男孩安慰他 不着急 等我们逃脱后 我再告诉你 看着温柔善良的男孩 女孩腼腆地点了点头 突然 两个黑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居然是伯爵的侍卫 他们追上来了 其中一个侍卫威胁道 放开他 男孩挡在了两人之间 毫不畏惧 不要 侍卫慢慢走向男孩 这是命令 快把他放下 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不要给脸不要脸 男孩嘲讽 怎么 竟然想对孩子动刀 你这骑士精神很真利害 听到男孩的讽刺 侍卫瞬间就怒了 你这小屁孩 是吃了熊心豹子打发 一见下去 男孩脸上就出现了一道血痕 接着 侍卫把男孩一脚踹倒 既然这么目中无人 干脆挖掉你一颗眼珠子算了 面对凶恶的侍卫 女孩害怕极了 都是自己连累了男孩 求求你 不要啊 在刺耳的刀剑碰撞声过后 侍卫的剑飞落在了地上 你们想干什么 挡在女孩身前的 是一个身着白色衣袍的金发男子 危急关头 一个金发男子突然现身 挡在了他们身前 女孩简直看呆了 他是谁 他长得好好看 男子拿着剑向前走了一步 想活命 就把剑放下 侍卫面面相去 但仗着人多 并不把男子放在眼里 随后一拥而上 试图用人数压制他 男子看着冲上来的侍卫 无奈地叹了口气 听不懂人话 真是麻烦 随后提剑上前 紧紧几招 就放倒了跑在最前面的侍卫 紧接着 冲着后面上来的侍卫 又是一脚 最终用剑 抵上了带头侍卫的脖子 我让你把剑放下 你耳朵聋了吗 随着侍卫的剑当当落地 男子转身走向男孩 并对他伸出了手 男孩心领神会地 拉着男子的手 站了起来 男子随后吩咐随从 须告诉他们 找到少爷了 我这就带他回营地 然后又对另一名随从说道 把这孩子带回父母来 不要 听到这话的女孩 情绪顿时激动起来 他抓着男子的衣服 用近乎恳求的语气问底 我可以不走吗 拜托了 拜托了 一旁的男孩也附和道 是啊 怎么能刚见面 就送他走吗 我觉得这样不好 男子以为 男孩想带走他 男孩纠正道 是公爵你带 你要是不带 我就去盗状 说你把生病的小孩 丢在路边不管 男子无奈服额 又看向了 仍旧拉着他衣服 不放的女孩 把头抬起来 快点 女孩抬起头 就对上了公爵的眼睛 天啊 人的眼睛 怎么会这么清澈透亮 正在愣神 就被公爵一把抱了起来 两人的额头贴在了一起 发烧了 女孩有些不知所措 她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生病了 明明都重生了 偏偏又变回了这么小的身体 这样一来 岂不是又什么都做不了了 想着想着 泪水就不争气地滚落下来 看着被自己惹哭的女孩 公爵有些手足无措 别担心 我不会让你 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男孩也在一旁帮腔 你可以相信他 他是不会说谎的 说着 男孩冲公爵调皮一笑 指了指自己脸上的伤口 你说对吧 女孩心里压着的大石头 总算落了底 自己终于可以摆脱 那求荣般的生活了 真的是太好了 女孩护救后就晕了过去 公爵便将他带回了祝福 结果女孩 却一直高烧不退 梦里的他 又回到了那可怕的一天 自己被熊熊烈火所包围 痛苦地在火里挣扎 不知过了多久 女孩猛然从床上惊醒 呼地坐了起来 周围的一切 都是那么陌生 女孩不知道 自己这是在哪里 但陌生的环境 让他害怕 我想离开 我想要离开这里 他把腿就向门外跑去 女孩光着脚奔跑 在穿过长长的走廊后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花的海洋 女孩站在花海里 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这里没有铁窗 墙壁 门 什么也没有 小小的身躯 蜷缩在花丛里 女孩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真希望这不是梦 不知道过了多久 睡熟的女孩身后 多了两个人 公爵看着睡在花丛里的女孩 促身摸了摸她的额头 好像烧得更严重了 管家向公爵解释 这孩子很敏感 听说睡眠很浅 还一直做噩梦 为了让他好好睡觉 吓人们才出去的 没想到他自己跑了出来 不得已才打扰您 女孩很轻 公爵没费什么力 就将他抱了起来 但原本沉睡的女孩 一到公爵怀里 却又挣扎起来 吻 不要 不要 公爵顿时不知所措 难道是自己抱得太用力了 管家在一旁微笑着提醒 你安抚他一下吧 安抚一下就好了 公爵只好模仿母亲 哄孩子睡觉时的样子 用手轻轻拍打着女孩 拍了一会儿 女孩好像很舒服 哼哼唧唧地又睡了过去 公爵心里突然有了奇怪的成就感 自己这是成功了 这时有人前来汇报 扎克利伯爵深夜入宫了 好像是为了调查二皇子殿下被威胁的事 但是您把罪魁祸首带回来了 殿下恐怕会怪罪您啊 公爵心里明白 对方想方设法抓自己的把柄 有这种后果也很正常 我一会儿去办公室 把所有人都叫进来 抱着女孩回到房间 公爵准备将她放回床上 谁知一碰到床 女孩又突然挣扎起来 身后的老管家面容和暗 属下还是第一次看您这样为难 您是第一次抱孩子吧 可能是因为换了睡觉的地方 请您继续安抚他吧 公爵看着怀里的女孩 轻轻地对他说 别怕 你现在很安全 只要待在这里 就没人敢动 女孩好像真的听进去了 全身都放松下来 再次沉沉睡去 贼心不死的伯爵来了 他能如愿以偿地 要回自己的养女吗 下人敲响房门 告诉公爵扎克利伯爵前来拜见 这个人不事先联系就上门 而且还是大早上 真是太无礼了 那就逗套玩玩吧 两人落座后 伯爵率先开口 公爵把女儿还给我吧 求您了 她可是我的宝贝女儿啊 您这分明就是绑架 公爵不为所动 我知道 但这是皇子殿下下的命令 闻言伯爵激动地叫了起来 就算是皇子殿下的命令 但国法也得遵守 公爵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笑出了声 照你这么说 那你也应该知道自己犯了死罪吧 你不是对着尊贵的皇子 未见了吗 看着沉默的伯爵 公爵举起一根手指 对着他的脖子叼花了一下 我现在就能把你的脑袋削下 听到这些 伯爵瞬间脸色大变 但公爵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他应该只是你的养女吧 伯爵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即便是养女 我也已经将他视如己出了 看着惺惺作态的伯爵 公爵乐了 哦 是这样吗 那真是有趣 伯爵被这番话彻底激怒了 也不再掩饰 我一定会让你把他还给我 公爵不再理睬他 站起来转身就走 但没走几步 又停了下来 什么叫还给你 有本事你就从我这个神圣国的国王手里 抢走他好吧 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看来 伯爵已经和皇帝做过交易 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但自己知道 他很痛苦 公爵向管家询问起女孩的情况 管家告诉他 女孩已经醒了 正在接受杰德的治疗 公爵顿时来了兴致 那我们就去厢房看看吧 房间里的女孩看着眼前的一幕惊讶不已 随着杰德念动咒语 一道道蓝色光芒自他手中浮现 将女孩包围再慢慢融入他的身体里 杰德看到女孩对神圣力的反应不禁感慨 你的神圣亲和力真的很好 突如其来的话语让女孩有些摸不着头脑 杰德耐心地向他解释 有些人的身体可以接受神圣力 有些则会排斥 而你就是很容易接受的那一类人 所以痊愈得快也没有副作用 女孩从不知道自己原来还是这样的体质 您是说我吗 杰德竖起大拇指对着女孩一顿不夸 没错 这是非常好的事 但是好神奇啊 我活这么久 只见过一个人的亲和力这么好 就是神圣国的国王 也是圣剑的主人卡斯特公爵 女孩吃了一惊 是那个人 原来那个人这么厉害 这个受尽磨难的女孩 具有着非同一般的体质 她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绅士之名 身后响起脚步声 杰德回头发现是公爵 面露喜色 公爵 您是不是闯祸了 公爵 被杰德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问得莫名其妙 杰德以为公爵没听清 立马又大声重复了一遍 公爵 您真的没有闯过祸吗 女孩远远地望向公爵 不禁为之前自己的行为脸红 我竟然去纠缠这么位高权重的人 还对着他大喊大叫 公爵一眼就看到了一旁的女孩 静止走了过去 身体已经恢复了吗 女孩连忙点头回应 公爵把气急败坏的杰德 荡成空气 问女孩 吃饭了吗 照顾女孩的侍女赶忙回答 小姐没吃多少 正在重新准备呢 公爵正要吩咐厨房 多给女孩准备点肉 就被杰德打断了 公爵您是什么时候经历的第一次啊 一时间气氛降到了冰点 公爵黑着脸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恶狠狠地说 你是找死吗 然后随手就把杰德丢开 杰德爬起来 用手揉着被领口勒腾的脖子 一脸的真长 他真的不是您的私生子吗 公爵眼神瞬间透露出了杀意 充满压迫感地靠近了杰德 看来你是真的想亲自去侍奉神明了 杰德却毫不在意 你们之间也没有亲戚关系吗 得到公爵的否定回答后 事情跟自己想象中不一样的杰德 若有所思 公爵却不准备继续陪他胡闹了 昨天二皇子殿下中毒了 那些刺客全都死了 根本查不出是谁派来的 所以 需要你来确认一下毒药的类型 说到毒药杰德 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向女孩透露了一个消息 二皇子殿下的神圣亲和力就很差 因为魔法师拥有的魔纳 会跟体内的神圣力相排斥 然后杰德又用温柔的目光端向了女孩一会儿 才在公爵的催促声中 依依不舍地往外走去 这里很安全 你好好休息吧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女孩深深地朝他们鞠了一躬 真的谢谢你们 走在路上的杰德 还在不停追问 他真的不是您的孩子吗 你们长得也太像了吧 您要是戴顶假发 就是那位小姐的成年版 更重要的是 那位小姐的头发 是混合着银色的金发 不就是卡斯特家族特有的发色吗 因为得到了神的祝福 最最重要的是 他的神圣亲和力 好道令人发指 怎么看 都是您的女儿 一边的骑士听到这里 顿时震惊了 有那么夸张吗 杰德立马表示了肯定 说实话 也就仅次于公爵吧 公爵听到这里 内心也不由地开始动 外貌长得像不算奇怪 但神圣亲和力高这一名 是只有卡斯特的嫡系 才能做到的 神秘女孩的身世 难道真的和公爵有关 她难道就是公爵五岁时 生下的素未蒙面的亲生女儿 公爵仔细回想了一下 自己并没有私下和女人约会 又不喝酒 不可能是酒后闯获 难道是自己父亲临死前留下的仔 越想越不对劲 公爵便吩咐沸色 将历代跟卡斯特一族成婚的家族 全找出来 尤其是自己父亲八年前的行踪 带一行人到达目的地 杰德仔细调查过毒药成分 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 这种毒药的材料 居然来自于他们神圣国 是只有在神圣国的 圣所才有的红花 阿斯拉花 这种毒 无法用神圣力 或是魔法解除 也没有解药 因为制作解药的材料 早就灭绝了 公爵表情逐渐阴朗 真是恶毒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 被人知道 毒是来自神圣国的话 皇帝开的玩笑 就不可能以玩笑收场 杰德开始担心起 二皇子的身体 皇子殿下还好吗 公爵却满不在乎 虽然不熟练 但幸好他还是会一点魔法 杰德浮夸地赞美道 不愧是未来的魔塔主人 还没成眠 就会使用魔法 果然有天赋 肺色也松了一口气 幸好殿下平安无事 不然咱们公爵就要背黑锅了 公爵想到了皇帝的态度 皇帝一直都想推倒卡斯特一族 可正是因为被神祝福的卡斯特一族 向他下跪了 皇帝才能登上皇问 肺色突然想起了什么 犹豫地拿出一个卷主 公爵 我知道您现在思绪很乱 但您吩咐的文件已经整理好了 是关于扎克利伯爵的资料 公爵打开看了看 伯爵居然暗恋奥尔府的千金 不对劲 虽然扎克利对他一见钟情 但那位千金小姐却不是 奥尔小姐拒绝了他的告白之后 自己的名声就被毁了 所以 奥尔家族一直在妨碍扎克利伯爵的事业 最终还把他赶到了海外 但是 他却突然领养了一个女孩 想到这里 公爵不禁喃喃自语 那个小孩到底是什么人 杰德立马大声回应 就是您的女儿呀 公爵严肃地盯着杰德 你真的认为 那个小孩是卡斯克的血脉吗 杰德一脸的确信 当然 他拥有的神圣力 足以证明一切 那个小孩 肯定是卡斯克一族的血脉 如果您还是不相信 那就检查一下 你们是否有血缘关系不就好了 给我两天时间 我这就去准备 正聊着 突然一个吓人急匆匆地躺了进来 公爵 不好了 那个孩子 好像不见了 刚刚到手的女儿还没捂热 居然就原地消失了 难道刚见面 就要分别了吗 火急火燎地回到房间 公爵呆呆地看着轰荡荡的窗 是逃跑了吗 但为什么要逃 他可能是卡斯特的血脉 一定要找到他 万一被扎克利伯爵带走的话 那就出大事 猛的 公爵像是想起了什么 难道 天已经黑了 公爵一行人站在星空下 默默地盯着蜷缩在地上的那个行人 哇 原来小姐在这里 但是 公爵您怎么会知道这种意思 公爵若有所思 沉默了半生才说道 因为这里是我小时候喜欢躲藏的地方 肺色 从现在开始 派两个人监视他 现在还不确定 他是不是卡斯特的血脉 必须让他留在这里 又是新的一天 女孩品尝着美味的食物 感到无比的满足 但周围侍女的目光 却一直投向这里 让她十分不自在 他们这是怎么了 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还是他们嫌我麻烦了 女孩战战兢兢地想着 没错 肯定是嫌我麻烦 试完饭 还是写封信 离开比较好 刚下定决心 侍女就微笑着开口了 小姐 要再来点果汁吗 女孩大吃一惊 我还可以再要吗 这么好喝的果汁 转眼侍女就重新倒了一杯果汁 放在桌上 小姐 请慢用 真的可以喝啊 还以为 食物就只能吃一次呢 简直太幸福了 女孩开心不已 见女孩吃得差不多了 侍女便提出 给她换衣服 女孩这才想起 现在穿的这件 并不是自己原有的衣服 所以是让自己把衣服还给他们 女孩有些不知所措 对不起 穿了你们的衣服 侍女愣了一瞬 就明白过来 是女孩误会 赶紧笑着解释 小姐 不用担心 那就是您的 女孩听到感觉很不真实 我的 这么好的衣服 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皇宫里 皇帝正高高在上的赤泽公爵 塔斯特公爵 你是没事干了吗 怎么能抢别人的孩子 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 难道连皇帝也在 觊觎自己刚刚到手的女 她到底想干什么 自己好像离真相越来越近 面对皇帝的质问 公爵不卑不亢 据理力争 在这次刺杀皇子殿下 未遂的事件中 那个小孩是核心人 如果把他交到 嫌疑人扎克利伯爵手上 案件会变得更加复杂 但皇帝并不想听 公爵过多的解释 民间传闻说 你绑架小孩当玩物 也说不定是那个小孩 小毛夫 故意惹事 这么说 不是也挺合理吗 听说 只有用那个孩子的性命 才能平息这一切 明天召开贵族会议 我要你来做什么 相信我不说你也知道 面对皇帝的威胁 公爵只能低下来 我会尽全力 启托污名的 带走出宫殿 费色等人 赶紧迎上来关心 贵族会议选择明天召开 摆明就是不想给您应对时间 您打算怎么办 如果解释不好 神圣国的元老们 可能会发火 还可能被神圣国 抓回去冥想 如一些圣经 净化身体的心灵 公爵想起曾经的经历 又生无可恋 看来 我得奴把力了 在神圣国度过的那十年 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回到公爵府 公爵向侍从问起杰德 得到的答复 却是 他去捉迷藏了 公爵以为自己听错了 捉迷藏 来到花园 公爵一眼就看到了 花丛间露出的一抹金发 嗯 这是 公爵不可置信 公爵大为吃惊 公爵默默偷笑 这算是躲好了吗 女孩远远地看着公爵 大气也不敢出 直到外面没了动静 已经走了吧 当女孩偷偷探出头来 杰德却猛地蹦了出来 嘴里还在哇哇大叫 吓了女孩一跳 小姐 你是想逃跑吗 等在女孩身边坐下 杰德温柔地看着女孩 小姐 你怕我吗 我这个人一点都不可怕哦 女孩看到杰德想起来 是啊 这个人还帮我治好了病 于是站起身 恭恭敬敬地朝杰德行了一眼 谢谢您 杰德看着这么可爱的女孩 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捂着胸口直喘气 女孩以为她不舒服 赶紧上前关心 杰德慌忙摆摆手 表示自己没事 没什么没什么 就是有点太可爱了 哎呦 怎么还跟我行李了 不用那么客气的 等到情绪稍微平复 杰德一脸认真的 看向猛圈的女孩 你是想感谢我对吧 现在刚好有一个机会 就把你的喜分我一点 那个从小受尽磨难的女孩 绅士之谜终于要被揭开了 她到底是什么身份 她的存在 又有着什么天大的秘密 公爵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光衣物 慢慢地走到水池中央 杰德打开书 开始念动咒语 仿佛回应着咒语 水池里的水开始波动 公爵周身也开始浮现出光芒 直到七七四十九个小时 杰德才终于念完了咒语 公爵 结束了 公爵不耐烦地活动了下身体抱怨道 这个时间就不能再缩短点了 看到杰德上前准备帮他穿上外套 公爵拒绝了 杰德打句道 你还是不喜欢被人俗视啊 难道您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喜好 说完看到公爵又开始拔剑 善善地转移了话题 你也太无趣了 你什么时候去剿灭魔物 肺色转头告诉杰德 一个半月之后去 所以下一次进化会在剿灭地举行 杰德恍然大悟 剿灭地是在肯尼射峡谷吗 听说从几天前开始 就发现了一大批怪兽 肺色点点头 没错 突然出现了独眼巨人和食人魔 还有大型赛普洛斯 公爵出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他现在只关心一个问题 事迹呢 等孩子醒了 就将他带过来吧 杰德故作不解地问公爵 我们已经拿到小姐的血液了 您非要叫他过来 难道是想见自己的宝贝女儿了 公爵并不理会打趣的杰德 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小刀 他是不是卡斯特的血脉 确认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毫不迟疑地 对着自己手指就是一刀 鲜血滴进瓶里 开始和药剂发生反应 看到结果的肺色大叫起来 公爵 这是 公爵不可置信地看着事迹瓶 让杰德重新试一次 杰德大为不解 重新检查 这个任谁看了都是 话没说完就被公爵打断了 我让你重新检查 你就重新检查 杰德拗不过公爵 重新拿出一瓶试剂 再次强调 这个事迹 只有碰到卡斯特一族的血 才会变蓝 说着 将女孩的血滴了进去 事迹顿时变成了漂亮的蓝色 这一看就知道 那位小姐 就是卡斯特一族的血脉 而且 如果她是您的亲生女儿 还会有其他反应 公爵再次割破手指 将血液滴进瓶里 事迹瞬间动发出绚丽的光芒 杰德看着结果 一点都不意外 没错 就是会像这样闪耀 跟之前的结果一样 这证明 她就是您的孩子 从来没碰过女人的公爵 居然有了孩子 难道和异性对视五秒 真的会让人怀孕吗 公爵仿佛受到了天大的打击 这孩子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孩子 重新检查一遍 不顾杰德的阻拦 公爵冲出了房间 女孩睡得正香 迷迷糊糊间 察觉到房门被打开 随后一个人影在她床前站定 女孩一下就清醒了 这才看清 那个人竟是公爵 不知道为什么 一向温柔的公爵 今天表情居然有点可怕 不等她多想 公爵就冷冰冰地开口 杰德他 从你那里踩了血 这是真的吗 看到女孩点点头 她又接你 那现在可以再踩一次吗 女孩顾名所以 但依旧观顺地点了点头 还伸出了自己的手 见女孩答应 公爵也不再啰嗦 扎起女孩的手 就用针刺破了她的手指 手指迅速伸出血来 滴进试剂瓶里 里面立刻发出了药引光 没想到还是一样的结果 怎么会这样 公爵正呆愣愣地盯着瓶子 杰德就大呼小叫地闯了进来 公爵抬手就将瓶子扔给了她 这件事必须保护 现在联系神圣国 让他们立刻把新的事迹送回 杰德一脸的无奈 您还是不相信这个结果吗 公爵冲着杰德大呼 那换作是你呢 说着就大步离开了 女孩被公爵的吼声吓得不轻 他紧张地看着公爵大闹一顿走掉 若有所思 第二天一大早 女孩梳洗完毕 深深地朝大惊失色的管家 拘了一躬 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我过得很好 现在是稍走了 与此同时 大受打击的公爵 躲在办公室里拼命工作 连皇帝召开的贵族会议 也没去参加 不管肺色怎么劝导 公爵都充耳不闻 等把所有人都赶出了办公室 公爵撇向了自己的圣剑 他尝试呼唤她 却没得到回应 应该是沉睡了 本来还想问问他的看法 这时肺色又来催促 您今天再不入宫 将被视为抗命 公爵觉得 现在这个情形虽然复杂 但确实不能再拖了 你告诉陛下 我明天上午去见他 既然决定了 自己现在出去吹吹风吧 女孩最终 还是被一脸惊疯的管家 留在了房里 但女孩依旧决定离开 于是她爬上椅子 悄悄从窗户逃了出去 女孩一路奔跑 远远地看到了一个秋千 干脆就在那里休息一会儿吧 等跑进了才发现 树后面还有一个人 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探出了脑袋 咦 公爵 她怎么会在这里 居然会有这样的人 光天化日就赶在树下睡觉 她难道不怕 被人贩子拿麻袋套走吗 女孩仔细打量睡着的公爵 睡着的她 原来也不是那么可怕 随后又侧耳去听公爵的呼吸声 公爵不禁暗暗皱眉 她在搞什么 难道是在确认我有没有死吗 但现在醒来 实在太过尴尬 于是公爵继续装睡 自己倒要看看 她到底想干什么 在确认公爵的确睡着了 女孩默默在她身旁坐下 伸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 发丝软软的 公爵长得真的好像娃娃啊 随后就对着公爵脸一顿揉捏 就在公爵快要憋不住的时候 突然一阵嗡鸣声响起 女孩错愕地抬起头 四处张望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出声音 仔细寻找一番 发现树上靠着一把白色的剑 竟是她在嗡嗡坐下 女孩震惊地一蹦三尺远 但物体怎么可能发出声音呢 真的是那把剑发出的声音吗 女孩慢慢靠近圣剑 真的是她 太不可思议了 冥冥之中 女孩好像受到褥褥 伸手就去触碰她 差一点就要碰到 身后突然响起了肺子的声音 小姐 您也在这里啊 您来这里做什么呢 是来见公爵的吗 看女孩支支吾吾的样子 肺子的视线又一到了公爵身上 公爵 您跟小姐在聊什么呢 女孩吓了一跳 赶紧去看公爵 却发现公爵已经坐了起来 想起刚刚对公爵做过的事 顿时满脸通红 啊 那个 再见 说完陶冶刺得离开了 肺涩一脸的困惑 小姐她这是怎么了 她没注意到 身后的公爵仍立在原地 震惊地看着女孩离开的声音 她刚刚肯定听见了李奥的声音 可李奥的声音 只有卡斯特一族才能听见 外国皇帝竟然也看上孙子兵法了 居然使出了调虎离山之气 事情再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 在前往皇宫的马车里 肺涩将目前的情况告诉了公爵 扎克利伯爵去见了查尔顿侯爵和那些贵族派 皇帝现在非常生气 所以就算今天有什么问题 也要记得能忍责任 公爵满不在乎地敷衍了几句 把话题转到自己手里的卷筹上 关于那个小孩的调查 就只有这些吗 是的 跟扎克利伯爵没有关系 他只是在一个月前 访问了保育院而已 公爵陷入沉思 自己从来没有找过女人 他不可能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 不管是眼睛颜色 还是发色 都拥有嫡系的特征 自己一定要找到原因 不多时 就到了目的地 刚走进皇宫 迎面就走来一个贵族 笑得像个脚侠的蛇 也不知道在打什么坏主 好久不见 卡斯特公爵 您过得还好吗 听说禁卫队去了您府上 我还在担心您来着 看到公爵有一瞬间的呆愣 贵族心情更加愉悦了 您不知道吗 禁卫队现在就在您的公爵府 公爵万万没想到 自己来了皇宫 他们却把禁卫队派去了自己家里 顿感大事不妙 立刻吩咐随从 爱凡 现在立刻回府告诉他们 别做任何反抗 一切按命令行事 是孩子 他们是想把那个孩子 接到皇宫里来 公爵府里 杰德恶粉粉地看着这些 将他们团团围住的不速之客 面对咄咄逼人的禁卫队 女孩完全搞不清状况 为什么皇帝要见自己 竟然还说自己是罪人 杰德将女孩护在身后 死死地瞪着禁卫队 我也要跟他一起去 禁卫队想也不想 就拒绝了杰德的提议 不行 请您马上让开 我们要带走这个孩子 就在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 爱凡赶到了 赶紧住手 公爵吩咐 让我亲自把他带过去 杰德喜出望外 是爱凡爵士 禁卫队相互用眼神交流了一下 同意了 爱凡毕恭毕敬地来到女孩跟前 俯身行了一礼 小姐 我来接您了 女孩好像看见救星一样 伸手紧紧抓住了爱凡的衣服 爱凡看着面前害怕的小人 拉着女孩的手担膝跪下 不要害怕 小姐 我会在您身边保护你们 这个坏心肠的男人 一年要抢八百个小孩 他还不让女孩自己挑选麻袋 没有心意的麻袋 还这下危险了 爱凡一路小心地护送着女孩来到皇宫 金碧辉煌的宫殿 让女孩看花了眼这就是皇帝住的地方呀 一个侍从过来传旨 陛下有令 让小姐先去别宫 在那儿等着陛下传照 看到爱凡也打算跟过去 侍从连忙拦下来 抱歉 只能让小姐一个人去 骑士请在这里留步 爱凡立马不在女孩身前 我是小姐的护卫骑士 我只会听从我主人的命 侍从不耐烦地打断爱凡的话 这可是陛下的命令 王权不能违抗 他明白这一 但自己主人的命令是 一定要保护好女孩 一时间爱凡陷入两难的境地 女孩担忧地看着爱凡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不说话 难道是因为陪自己来这里惹他生气了 因为他原本是不用了 可自己不想被他当成坏人 自己想和他们好好相处 想到这里 女孩鼓起勇气 小声对爱凡说 你别生气 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弄得爱凡摸不着头脑 接着就看到女孩小跑着站到侍从身边 他明白了 女孩是不想让自己为难 爱凡的内心被触动 小姐 如果发生什么事 就大声喊出来 我马上就会赶过去的 女孩冲爱凡点点头 就跟着侍从去了别宫 等进了门 女孩才发现等在那里的 竟然不是皇帝 海依林 这段时间你过得还好吗 看到扎克利伯爵的瞬间 女孩本能地后退 扎克利伯爵却步步紧逼 你好像变胖了 公爵对你很好吗 你就不想我这个爸爸吗 女孩看着越靠越近的伯爵 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打声叫了出来 我讨厌你 没想到女孩竟然会反抗自己 扎克利伯爵愣了一瞬 温柔的面具再也维持不住 凶向毕露 你就这么怕爸爸吗 爸爸 可是很像我的女儿哦 和你好像跟我不一样 说着 上前几步 就想把女孩抓住 面对可怕的伯爵 女孩惊慌失措 吓得转身就跑 冷不丁撞上一个人 巨大的冲击力 让他摔倒在地 那个人将他扶了起来 嘴里念叨着 又是话 女孩听到熟悉的声音 诧异地抬起了头 定入眼帘的是一张久违的笑领 嗨 好久不见了 来了来了 他来了 他看到麻袋跑来了 在女孩即将被麻袋 透露的时候 男孩出现了 他能不能抢到 心仪的麻袋呢 女孩正正地 看着那张熟悉的脸 是他 男孩依旧温柔地笑着 今天也是在逃亡中吗 然后看向女孩身后的 扎克利伯爵 又见面了 聪明的大叔 看到伯爵表情错落 男孩小心地牵起女孩 将他拉到自己身后 大叔你也一点都没变啊 这熟悉的人 熟悉的场景 简直就像那天一模一样 女孩还在出神 就听见男孩小声对他说 这里很安全 跟上次不一样 没等女孩 明白这句话中的意思 就见扎克利伯爵 居然恭敬地朝男孩行了一页 陈德尔诺 扎克利参见帝国的星星 男孩也客套地和伯爵寒暄 好久不见 伯爵 你气色不错吗 是有什么好事吗 女孩静静地听他们俩交谈 伯爵说帝国的星星 难道他是皇子 这个小孩是皇子 我现在是被皇子保护着 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女孩下意识退了一步 紧接着就被男孩一把拉住 待在这里不要动 男孩小声地叮咀他 感受到男孩手心的温度 女孩心跳仿佛漏了一台 虽然很好奇 伯爵为什么气色这么好 但我们也不是能和睦交谈的关系 所以你还是走吧 把这孩子留在这里 男孩平静地说着 伯爵抬头就想反驳 刚对上男孩的眼睛 男孩就大声呵斥的 谁让你抬头的 居然敢指示我 伯爵身形一阵 赶紧又把头低了下去 直到听见男孩要带你 还离开 伯爵这才有些急了 但他仍旧不敢抬头 你们不能走 在陛下传照海依林之前 他都必须待在别宫 男孩听到是皇帝的命令 停下了脚步 这样 那到时候我也跟他一起走 请不错